好 另外继续再看到 凯米台风清台造成各地烟水土石崩塌 道路边坡崩落以及农损等等的各种灾情 尤其是伊花以及中南部等地烟水情况是更为的严重 27号行政院长卓榕泰赶布花莲视察 当地的农损以及公共设施的损害 并且也指示从宽从检从塑 尽全力的协助民众早日恢复家园 今天发言的程式开表是 卓榕泰院长已经折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针对凯米台风造成的公共工程灾损的成立 凯米台风专案将受灾地区公共工程复原重建立委最优先施政 公共施政恢复由助于民众生活回到长轨 此外一个部会在政策上已经优先提供各项灾害救助事项 包括灾害未温金死亡或是失踪每人发给80万元 要把他工程的时间紧述的把他设置计算出来 告诉江南豪和道乡亲能够心理有个地步的安心 知道该怎么办自己也对这个对外的交通 大家能够在有信心的开马 希望他能够如实的充分的实施这个效率 另外就是我已经曾经德工程会的曾经德主委 现在人在宜兰的内部 我们在这里做一些这个资讯上的不同 那他有过报告 我会请求他能够请各个相关的救护单位 用开口合约的方式尽量紧急采购救援的工作 就去做了 不用考虑太多了 这个时候给人民一个安心最重要的开口合约 尽量就去实施 陈德克表示 周永泰院长体系受灾民众 希望能够恢复家人回到正常生活的心情 尽速推出锁波凯密台风各项灾害后救助协助措施 后来是受灾民众需求滚动式调整各项措施 并且持续与各地方政府密切合作 重要与地方习近协力 重宽重检重塑的原则 走过风雨重建家园 记得喜欢学伦老老